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中 恐怕很少有谁知道 曾经有过一个叫西康的生分 在晚清以前 并没有西康这个概念 康在藏语中是边地的意思 西指的是四川西部 西康名字由此而来 1939年底 在这里 因为两个年轻人的一场恋情 而爆发了甘子的恋情 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也因为卷入了自己难以左右的势力斗争 而变得支离破碎 1923年11月 十三时达赖命令 扎诗伦布斯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 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 未经审问 即被投入监狱 而随行的人员立刻逃回扎诗伦布斯 向九十班禅做了回报 在感受到来自达赖的威胁后 1923年11月15日夜 班禅带着师从人员15人 向藏北方向出走 被逼出走内地 18日夜 扎四官员及时从百余人也逃走 赶上班禅一行 从这时起 九十班禅的余生都在内地流浪 直到去世也没能回到西藏 出走数日后 日卡泽基宗发掘并上报嘎夏政府 达赖命令对班禅进行追捕 不过由于时间已晚 追兵并没有追上班禅的逃亡队伍 但是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内斗 西藏问题根本就没人过问 班禅值得在北京暂时住下 期间还在内蒙 东北 华北等地住过一段时间 1927年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同意达赖派代表 在南京成立办事处 班禅这时也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 建立班禅住京办事处 就这样 班禅总算和国民政府建立了关系 国民政府对十三世达赖 一直非常不满 因为达赖亲近英国 在对待国民政府方面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而在西藏 唯一还能制衡达赖的 那就只有班禅了 因此国民政府制定了一套计划 提高班禅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 然后为其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扩充实力 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护送班禅回藏 巩固班禅在后藏的统治力 抗衡达赖集团 1931年 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大师为 护国宣化广汇圆决大师 授予金策预印 到了第二年 国民政府又任命班禅为西锤宣化时 不断提高班禅的政治地位 见此情形 达赖深感不安 也计划尽快引诱班禅回藏 再加以控制 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 1933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济 他的政治和宗教权力 都全部归于了嘎夏政府 十三世达赖的原济 让南京政府觉得 这时正是护送九世班禅回藏的大好时机 于是便派出陆军参谋司长黄沐松以进藏至极达赖的名义 进入西藏探明西藏内部情况和嘎夏政府的态度 黄沐松和嘎夏政府的四大嘎伦进行了多次谈判 最后嘎伦政府同意了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中央盟藏委员会办事处 但是部队不能进驻 国民政府剑嘎夏政府的态度和十三世达赖的政策如出一辙 于是便开始积极实施武装护送班禅入葬计划 国民政府首先任命了班禅下面最有权势的看部 寺院住持 洛桑兼赞的侄罗友人为军务处长 然后赠送班禅步枪八千支子弹若干 班禅驻京办事处的副处长朱海山 又在上海买到意大利步枪两千支手枪五百支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通过一些地方蒋武堂 及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为班禅培训军事干部 最终国民政府为班禅按照正规军的编制装备 成立理之两百多人的警卫大队 并由严锡山的北方军校培训出来的藏族青年义西多级等人担任队长 1937年一切准备工作准备就绪 国民政府选派了严锡山部少将旅长赵首宇 为护送班禅回葬的专使 组建成班禅容归葬地的班禅行员 另外还组建了五百人的仪仗队 队员要求至少有初中文化 待遇一律按照宪兵的标准予以发放 紧接着班禅行员一行浩浩荡荡地去到甘肃 青海向西藏进发 这个消息已经传到拉萨 嘎夏政府立即做出了反应 他们一边立即派出代表来迎接 一边致点国民政府 对班禅回葬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其中附加了一条 只能班禅大师一个人回来 其余人等只需要送到金沙江岸就行了 南京方面回殿拒绝 称仗队是班禅和专使途中的安全必须 只要护送班禅回到日喀则 仗队就撤回 希望嘎夏不要有不必要的担心 在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坚定态度后 西藏方面又回殿 表示同意南京政府派遣官兵进藏 但是三个月后必须撤退 并且要求行员出去应聚 由国联出面担保 这些条件引起了南京方面极大的不快 班禅行员接到命令 回葬计划保持不变 然而当班禅行员抵达青海玉树之时 卢沟桥事变爆发 南京方面不愿后方再起争端 立即电令班禅行员暂缓西进 就地驻扎等待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班禅行员沟实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进不能进 退又不能退 而此时的班禅 因为反葬受阻 顿感心理交瘁 加至长途颠簸 在玉树一病不起 病中曾悲愤地说道 我就是西藏不要的人 随后于1937年12月1日 原济于青海玉树节骨寺 班禅的原济 让武装护送班禅回葬的计划落空 于是南京方面 只得下令撤销西锤宣化石公署 做好善后工作后 仪仗队等人员全部撤回南京 刚好在这个时候 行员收到了两份邀请 首先是青海王马部方表示 愿迎请班禅大师的活佛灵舅 和班禅行员全体人员 到青海塔尔寺赞助 而另一份邀请 来自争夺四川败北后 被自己堂职赶走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康省 也派出代表来到玉树 欢迎行员及班禅的佛救遗筑西康康顶 于是对于下一步的行动 班禅行员开始了激烈讨论 毕竟自己手中还带着刚刚购买的进口快枪一万多支 难保马部方不垂涎 青海肯定不是九流之地 而班禅行员秘书长刘家居又是西康班人 和西康的军政上层有些交往 因此行员开会后都觉得班禅行员以具西康为上策 于是在1938年9月 班禅行员进南京方面核准 准备由青海域数千往西康赞助 然而此时的刘文辉也有自己的算盘 他自己是佛教徒 班禅又是大活佛 虽然圆寂了 但是佛救仍然是信徒所崇敬的 因此只要班禅佛救到了康顶 这里必定成为朝拜的圣地 这也是他向西康藏族人民释放的善意之举 于公于私都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然而当班禅行员进入西康 来到甘孜县时 发现此地草原广阔 水草丰美 甘孜喇嘛寺修得也电雨恢弘 相当气派 更为关键的是 这里是入葬的交通要道 康北的贸易中心 而省城康顶虽然说是省会 但是处处都在刘文辉的监视之下 也难免受其挟持 因此不再继续前往康顶 理由便是班禅佛就 终归要回归西藏 目前只是赞助西康 此地返回西藏更加方便 刘文辉也觉得有道理 傅殿表示同意 随后 国民政府决定派 以民中央药员前往西康甘孜至迹 听闻此事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自告奋勇 不仅表明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而且声称自己在杭州时 曾经接受班禅大师传授过 十轮金刚秘法灌顶 以他的身份和班禅的姻缘 此项任务非他莫属 于是南京方面 遂派戴季陶为专使前往西康 戴季陶认为此次前往西康 必须要封封光光的 一切都得按照 前朝钦差大臣的制度办理 于是属下便给戴季陶制备了 一城八人台的金鼎大轿 连随从的马匹 都要选择同样的黄标马 此外戴季陶还命人 特制了一面姓黄大旗 尚书考试院院长行员 6月30日 戴季陶的行员到达甘孜县 西康军驻甘孜815团的团长张震忠 甘孜县长张嘉林 以及班禅行员的负责人等 带着当地群众大小喇嘛 远在三十里外 就设下大仗欢迎中央专员的到来 而在这群欢迎人员中 夹杂着一位名叫德勤旺母的甘孜孔萨吐斯 他以西康24军土兵营营长的名义 带着藏族骑兵200人远道来营 有名的汉人喇嘛 刑宿之曾于1937年入藏求法 他突经甘孜时见过这位女吐司 他是这么回忆的 德勤旺母 二十多岁 面空有黑 身材修长 脑后垂着一条长扁 身穿件紫红色张短长袍 显得充满活力 女吐司带了一群康巴卫兵 作为随从 他们每人配着一只新毛色和一柄腰刀 威风凛凛 他是实际上的地方老大 那么这个英姿萨爽的女吐司 又是什么来头呢 德勤旺母 1917年出生于甘兹县孔萨乡 是掌管此地的第八任孔萨吐司 单振尼玛的女儿 1935年 17岁的德勤旺母正式成为第九代孔萨吐司 因为其年幼丧妇 从小便被当成女吐司培养 协助祖母管理地方事务 促使她变得既有大丈夫的豪侠之气 也不乏女性的细腻温柔 当地老人回忆称 她是位性格活泼 口齿凌厉 端庄大方 善于言辞 有着纤细浪漫情怀的姑娘 德勤旺母的思想和生活非常的开明 从小便学会 讲一口地道四川口音的汉语 观寨内特制了乒乓球台打乒乓球 买了汽油灯照明 用留声机听唱片 甚至还想装一支无线电收音机 倾听外面世界的变化 幸亏当时还没有TikTok 不然这位小姑娘的独特身世和传奇经历 大概率也是个百万粉丝的女网红吧 而这样活泼开朗的女娃娃 又有哪个大叔不喜欢呢 戴季涛当时便跟手下人说到过 真可算是边塞的一朵鲜花 葬家的一位才女 于是手下人便就泼下驴 建议戴院长把她收作干女儿 戴院长倒是没有否定这个提议 也表示 这是可以考虑 等把纪礼完成后再说 得亲旺母后来 也见到国民党中央大员的行员阵容强大 自然也是愿意 然而戴季涛这次声势浩大的进入西康 除了祭祀班产 那便是要准备联系和培植地方势力 暗插清醒 伺机搞掉刘文辉 反正不论是戴还是蒋的主意 在戴季涛任务完成准备转回重庆之时 准备正式将得亲旺母和上瞻对的女吐司 须脉着马收作干女儿 然而戴季涛的企图被刘文辉所动气后 刘文辉立马惊出一身冷汗 毕竟戴季涛只能算是小姑娘的二爹 他才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干爹 难道落魄的干爹 就要独自承受夺女之恨吗 于是刘文辉连拍两份电报 劝阻戴季涛的收女大计 措辞是一份比一份急切 一份比一份强硬 戴也看出了刘文辉使来真的了 只好幸幸然 暂且将收干女儿的仪式延后了 得知戴季涛停手了 刘文辉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才放下 一个干女儿而已 为何会让堂堂的西康省长如此惊慌 话说西康省建立前六年 即1933年 一名失忆的军阀流落到了四川雅安 确切地说是被赶到了雅安 他就是曾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 刘文辉本来拥兵十二万 占有过半的四川地盘 可谓意义气风发 不可一世 甚至一度做起了问鼎中原的美梦 然而就在1932年爆发的二流争穿大战中 他却被侄子刘湘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被赶到了雅安 刘文辉的妻子杨韵光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吩咐人被叫 一举冲到成都刘湘面前 开口之问道 你到底要把你腰霸四川方言 意思是最小的叔叔 赶到什么地方去 刘湘见婶婶如此动气 于是笑笑 既然婶婶出面说话 那就让腰霸在雅安待着吧 反正他已经元气大伤 再也没法跟我斗了 刘湘心里肯定这么想的 看在输之一场的份上 我刘湘做事不做绝 就给叔叔留一点小小的地盘吧 要知道对于心狠手辣的大军阀来说 这样的处理已经是相当手下留情了 垂头丧气的刘文辉 看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心中生起了无限感伤 没办法 总不能就这么丧下去 生活还是要继续啊 再小的麻雀也是肉 于是刘文辉打起精神 重新整顿了自己仅剩的两万残兵 然后开始在西康这片荒僻的土地上 惨淡经营 令刘文辉没想到的是 自己到了不惑之年 竟然有了重生的机会 1939年 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 刘文辉被任命为首任省政府主席 从那时起 他便开始了对西康省十年的统治 刘文辉清醒地认识到 若要在西康站稳脚跟 必须跟当地的土著打好关系 西康省当时 由无数的大小土司 实行着封建割据 其中最有势力者 当属甘资城的孔萨土司 所以刘文辉早早就收了 德心望母当甘女儿 希望他从自己的部下中挑选丈夫 以实现一桩政治联姻 可是刘文辉这手伸的也太长了 就算是亲女儿 在婚姻大事上都不一定听你的 更何况是这么一位天生桀骜不逊 如同野马般的甘女儿呢 于是在戴季桃离开后 形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场争夺甘资女土司的斗争 悄悄在刘文辉和班禅行员之间展开了 行员秘书长刘家居与刘文辉 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那还是组建西康健身委员会的时候 刘文辉曾推荐他做健身委员 然而在发表委员名单时 又将他剔除 对此刘秘书长是一直怀恨在心 于是此时的刘家居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行动 对于班禅行员来说 回葬这件事如今遥遥无期 目前在西康还不如扩大势力 特别是刘家居敏锐地意识到了戴季陶此次来康的意图 于是暗示戴季陶 请戴季陶向国府建议 把康北的道夫 卢获等八县化为特区 交给班禅行员治理 戴院长深知此事关系重大 不敢明白表态 而刘秘书长则认为戴虽然没有表态赞成 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 那就是默许了 于是开始积极活动 拉拢各地吐司投人和掌权的喇嘛等地方势力 班禅行员所拉拢的地方势力 其中最主要的就有甘兹孔萨女吐司得心望武 以及粘队女吐司驱脉卓马 驱脉卓马是一个反复无常 颇有野心的主 在接触过班禅行员之后 驱脉卓马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 积极靠拢行员 八方串联各路头人启示 准备先行举事 夺取政权 班禅行员 自然求之不得 但是他的这些举动 很快就被粘化驻扎的西康24军营长陈辉姓探知 并且及时报告给了刘文辉 刘文辉打惊 认为曲脉卓马野心也太大了 如果一味姑息 只会造成更大的动乱 于是决定先下守围墙 就在曲脉卓马准备举事的前一个晚上 陈辉姓带着两个连的兵力 突然包围了卓马观寨 卓马急忙带着亲信十几个人 在观寨中抵抗 双方激战约一个小时 陈辉姓带人冲入了观寨 活着了曲脉卓马 陈辉姓当众臣子隶属卓卓马之罪 然后将卓马在观寨中就地枪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说甘兹孔萨吐斯德心望母 孔萨吐斯家族长期经营甘兹 加上这里水草风貌 物产风着 又是康北藏汉交易的贸易中心 因此商股云记 百货俱全 财政收入颇丰 所以在康北 除了德格吐斯以外 就属孔萨吐斯势力最大了 因此班禅行员和二十四军 都互相争夺孔萨家族 最先刘文辉令甘兹 驻军815团副团长杨泽贤入赘孔萨家 但是因为双方都不同意 事情就此搁置 班禅行员来到甘兹后 就经常邀请德亲望母去行员打牌 希望让他跟班禅行员警卫队 常以西多吉见面 以西多吉出生于西藏日喀则 江兹县一个普通的藏民家庭 叔叔是班禅的一位经师 六岁时他就跟着叔叔生活 没想到一年多后 叔叔就病故了 其临终前 将侄子托给了班禅行员的一位法师 法师后来将八岁的一西多吉 送进了北京雄西林办的香山慈悠院 十三岁那年 一西多吉被来慈悠院挑选学生的 阎西山坎中 选入了自己在太原间的北方军校 毕业后他就被送进了班禅行员 从班长提升到了现在的卫队长 一西多吉虽然是藏族人 但是九居内地又是军校毕业生 谈吐举止都非常得体 关键也是个精神小伙 于是时间一久 二人其实都对对方有了好感 一西多吉因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有所顾虑 但德金望母一直坚定 为了打消欣赏人的顾虑 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 看准了的是我不会轻易改变 我爱上了你 就决心嫁给你 不管别人怎么看 怎么说 除非死别 活着就不分离 这个桥段 颇有点互联网爽门霸道女吐司爱上我的感觉 然而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这份忠贞不渝誓死追寻自有婚姻的执着 将会深深地影响其后的西康历史 两个年轻人的情投一合 正是班禅行人希望看到的结果 而孔萨家族中除了少数几个人 以一息多吉不是贵族出身为由拒绝外 大部分都觉得两人般配 于是两人随即就订了婚 并将情帖发到了草原上的每个帐篷 孔萨的大小头人 纷纷赶到孔萨关寨来庆贺兵决定 在1939年的二月举行盛大的婚礼 这时二十四军驻甘子团的团长张震中和县长张嘉林看出了端倪 急忙给刘文辉请示 刘文辉不愿班禅行员和孔萨家族打成一片 于是让张震中和张嘉林二人设法阻止 对此前文中提到的刑族之有过这样的一番评论 作为一个女子 本来自己的婚姻大事应该由自己做主 但由于她得亲忘母的身份特殊 婚姻却成了难题 刘文辉生怕她与藏人联姻 将来与西藏的势力串通引起地方证据动荡 所以要求她在选择配偶时 必须首先得到刘文辉的批准 否则不得结婚 接到刘文辉的命令后 张震中两人首先跑去见了德亲忘母和其叔父 相跟活佛 说德亲忘母是二十四军的土兵营长 是刘军长的部下 婚姻大事必须要经过军长同意 现在建议将婚旗推迟 请示军长同意后再决定 但是德亲忘母和其叔父坚持认为婚姻自由 不容别人来干涉 再说婚期都已选定 不可能推迟 到了1939年2月 德亲忘母和其希多吉正要举行婚礼的前几天 二十四军的部队突然出现在孔萨关寨 封锁了进出通道 不准孔萨家的人任意进出 这个时候德亲忘母正在筹备婚礼 家人和大小偷人都在关寨之中 德亲忘母气不过 也派人前出关寨调击土兵 打算武力完婚 县长张嘉玲赶紧出面协调 称军队包围关窄并无加害吐司的意思 只是刘军长说过德亲忘母的婚事 需要请示政府 而且政府不希望吐司和一个非吐司的一厢人结婚 只要他答应取消枕门婚礼 并且劝阻托人们不要多事 以后也不会是外乡人来管辖你们 于是投人调集的土兵也就纷纷散去 德亲忘母健壮 也值得向张县长求情 团长张震忠则认为 德亲忘母不该调集土兵对抗县父 要罚他禁闭十四个月 反正就是一个字 拖 甘孜地区的僧俗民众 听说了女土司被扣押 均感到意外和震惊 于是派人前来谈判 要求释放德亲忘母 张嘉玲按照刘文辉的意思说 放人可以 得先让班禅行员撤离甘子 就这样 康巴的最后一任女土司 一夜之间从权力的最巅峰跌落谷底 沦为阶下囚 出身权贵家 却连追求自己婚姻的权力都没有 而一席多吉呢 只能苦苦等待着一年关押期满后 与未婚妻重聚 班禅行员自然也没闲着 其实班禅行员战斗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武器要比西康军队好了很多 只是人少了点 才没敢轻举妄动 于是班禅行员转开始在康北四川制造舆论 联络各县地方势力 并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心智一套 当班禅行员去德格联络德格吐司和康北 最有权势的大头人夏克刀登时 却被二人都予以拒绝 夏克刀登甚至调动了土兵在东南防守 防止班禅行员进犯德格 而巴唐活佛包安武甚至将前去游说的使者 直接扣押了 交给了巴安县府 但是班禅行员还是联系了很多吐司头人 组织了一定的武装力量 秘密加紧了训练 转眼一年的时间就快满了 刘文辉为此心事重重 他正在犹豫要不要放得亲旺母之计 康顶安爵寺的日库活佛给他献上了遗迹 若得亲旺母同意安家康顶 那就同意这门婚事 若其不同意 就说明他们的婚姻有政治阴谋 对甘兹有企图 那到妻不放也名正言顺了 刘文辉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就派人到甘兹传达 德秦旺母夫妇几乎是立刻就答应 去康顶安家了 反而是张震忠和张嘉林极力反对 因此这一计划最终未得已实现 眼看关押一年期满了 刘文辉仍然没有放人的椅子 甘兹地区的群众都感到非常愤怒 班禅行员与二十四军时刻都在紧张对峙着 战争一触即发 突然有一天 一个在关寨里伺候得亲旺母的丫鬟 亚马康朱七满被放出来时 被二十四军误以为歧视送信的密探 一枪打死了他 而这名无辜丫鬟的死 瞬间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甘兹事变由此开始 1939年12月5日 在班禅行员的组织下 甘兹寺的喇嘛组成了甘子队 与当地的数千藏民 向刘文辉部和县政府进攻 以西多吉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 经过几天激战 刘文辉部节节败退 班禅行员最终攻占了县政府和孔萨观寨 被关押一年之久的德亲望母 终于与自己的心上人团聚了 驻军只能退守团部 行员和孔萨联军又切断了水源 驻军突围取水 多次都未能成功 在院中绝景又未得水 坚持未过 最后值得投降 团长张震忠 县长张嘉林及家属被押往乡根刺监禁 当夜团长张震忠服毒自杀 张震忠的自杀引起了轩然大波 班禅行员也担心 再发生类似事件 造成不良影响 于是决定把被押人员全部释放 遣送回康定 然后通电中央 说西康军驻军纵兵殃民 干涉当地女吐司的婚姻 并拘进女吐司 因此引起民愤 请求班禅行员相助 救出了女吐司 将驻军逐出了干涉 国民政府接到双方的报告 立即下令双方停火 恢复战前状态 等候专员处理 班禅行员在战斗结束后 随即开始向李唐和德格方向进攻 但是都被李唐喇嘛寺和夏克刀登所阻止 因此大家商量后 决定先将打下来的战队 干涉 炉火先行控制好 委派新宪长 安抚民众 加紧训练 再途东进 班禅行员事件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是刘文辉始料不及的 最先他还在西昌视察 以为不过是双方一点小摩擦 驻扎在同一个地方 有点磕磕碰碰 本来也是在所难免 没想到 后来发现班禅行员和孔萨竟然发动进攻 逼死了驻军团长 还驱逐汉官 委任宪长 在刘文辉看来 这就不是摩擦小事了 这已经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要挤跨他 形成割据势力了 他也知道班禅行员手中武器精良而且充足 要是等到他们练成一支精兵 倒是如果再联络上了西藏 那就更难对付了 几经斟酌 刘文辉 刘文辉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以免拖住中央决定 以免着手准备要将班禅行员驻出西康 当时中央派员张篤伦到达康顶后 刘婉言借此将张留在康顶 张当时是西昌行员的主任 虽然是中央机构 但是在刘的辖区内 因此也担心引火烧山就随机应变了 刘文辉的24军由于筑地分散 交通又不便 集结军队居然耽搁了一个月 才勉强拼拼凑凑组织了1700多人 想甘自进军 班禅行员得知消息后 决定全部出动迎战 德勤旺母为了保卫自己的婚事 心自随军督战 虽然刘文辉的军队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但毕竟还是正规军 孔萨吐司武装的土兵战斗素养就更差了 到了阻基地 班禅行员人员才发现 孔萨吐司兵们根本就不会构建攻势 只会搬来一些石头当作掩体 而刘文辉的先头部队两营人马已经到了 他们带有巴尔迫击炮二十门 然后就对着孔萨吐司的土兵猛烈攻击 重击枪掩护着步兵前进 等进入阵地又开始手榴弹强攻 孔萨吐司兵都没见过这种打法 几轮炮击后 土兵们根本不听约束了 骑马就逃了 一只逃到猪窝关寨才稳住阵脚 这时刘文辉军后续的一个营也到达战场 然后乘胜追击 三面进攻右翼 班禅行员和孔萨吐司兵不支 撤退到罗国梁子举手 这是甘兹外围最后一道防线 距甘兹只有二十公里 如果失手就难保甘兹了 德心望母派人回甘兹通知孔萨家留守投人 再次争调四五百人参战 所需枪支弹药 由班禅行员补给 班禅行员和孔萨吐司两方认为 罗国梁子居高临下 可以长期固守 要求士兵们坚定必胜信心 团结战斗 不准开小差 双方激战四天 互有伤亡 但由于行员和孔萨吐司武装屡吃败仗 军心涣散 开小差的日多 联军武装中多数头领感到形势发展不利 于是指挥部派人快马赶回甘兹 通知部署 迅速集中罗马 包装重要物资 组织运输 准备连夜撤走 1940年2月中旬 班禅行员和孔萨家等从容把插仓皇出走 向青海御术方面撤去 班禅佛舅 以移并运走 这次武装冲突就是历史上的甘孜事变 德亲望母等人随班禅行员逃至御术后 受到了青海军法马不方的接待 被安置在御术班亲寺一代 不久 德亲望母与易西多吉正式举行了婚礼 易西多吉改名为孔萨一多 成为孔萨吐司家族的正式成员 1945年 蒋介石为了庆祝抗战胜利 特招白丽吐司翁帝的舅舅 雄真活佛到南京念经 雄真是德亲望母的叔父 见了蒋介石 请求蒋对其侄女德亲望母给予宽恕 于是在蒋介石的干预下 德亲望母一家得以重返西康 但是孔萨吐司家族的地产 房屋和金银早就被甘资县政府没收了 于是德亲望母首揣一份应退还的财产清单 去康定找到了干爹刘文辉 刘文辉口头上热情答应 帮他们敦促一下 然而始终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1948年 西康省风雨飘摇 大煞江青 也许是良心发现 自己这些年实在对不起这个干女儿 刘文辉专门抽离一段时间 陪着德亲望母跑了好几趟西康省政府 终于追回了部分财产和关债 这年秋天 德亲望母一家总算从省城康定回到了甘资 整整八年的漂泊 磨平了这名曾经桀骜不驯的女吐司的棱角 她的眼神中已经不见了往日的灵动与天真 过了儿立之年的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 政府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他们夫妻的财产 但是当时正在进行土改 能找回的财产少之又少 再加上孔萨关债也已经在甘资事变中被烧毁 一家人连居住都成了问题 只好在甘资寺的一个小院子中落了脚 过着简朴艰苦的生活 1950年11月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康定成立 德亲望母被选为政府委员 丈夫孔萨义多为区政府副秘书长 然而这个时候 这名正值壮年的女吐司已经并不高荒了 多年以后 孔萨义多回一岛 德亲望母 因为关押的时候 大概心情也不好 得了肺结合 我们流浪青海的时候 一病都不行 后来 娃娃生多了 身体也虚了 没办法 我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 我到亚安医病的时候接到她的电报 回去已经去世了 当我回到甘资的时候 她已经安葬了 天葬 那是1951年的冬天 康巴最后的女吐司德亲望母去世 十年三十四岁 自从德亲望母去世后 孔萨义多一只独身一人 过了半个多世纪 并将他们的五个孩子抚养成人 她房间的床头上 一直并排放着妻子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 2010年12月30日 孔萨义多 康巴末代女吐司德亲望母的丈夫 在成都因病去世 享年96岁 两人的爱情真算得上 死生气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